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是在美国的亚利桑巴州的凤凰城 这里面是设计上有点问题 这个它是这个时间刚刚开始喷 但是它喷的目标前方就是一个射灯 所以这个两个肯定喷水的和这个安射灯的不是一家 不是一个时间 所以细节之处能够见证到你自己的一个品质 服务的一个品质 就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你看 这水就先打到这射灯上 打到射灯上如果晚上来看的话 它如果进水太多的话 估计到时候很容易坏掉 因为每天都要喷一下 每天都要喷一下 最后它晚上工作的时候 它不喷 早上喷 晚上不喷 这就是脑洞大开 实际情况 应该是有一个 就是先设计 安装 然后再调试 然后售户服务 来看一看究竟是什么 需要进一步的改进 这样的话才能一个优质的服务 服务主要是在于你一个内容 你这方面的内容做的怎么样 就像这次总统选举一样 总统辩论 大家要看 拜登的八年当副总统的时候 为美国人民做了些什么 然后特朗普做这四年 为美国人民在经济上 在防疫上 在方方面面 在外交上 在朋友圈上 方方面面都做了什么 最后大家才会决定 投票投给谁 这火力全开啊 现在这个路已经被封死了 我们也现在要绕一个路 这个角度它还会旋转一下 你看旋转交易 它覆盖这个角度 这个依然是 也是打到射灯上面 喷到射灯 喷到这种射灯上面 在射灯上面 来得多 这次出草了 好了 它是调角度的 调不同的角度 有不同的喷射 喷射方法 上班也比较早 现在才七八点 这等于是除草的 在这上面 等于这几个 直接都把这个 喷泉给封死了 封死的路 我们现在先 暂时先不过去 来这边 这边就是 阳光啦 生活啦 咖啡啊 早餐呢 午餐呢 在这里面可以 好好的过活 这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阳光灿烂的生活 三 Gateway No smoking in this area 请不要棋烟 在这个地方 看这个美丽的花 阳光下明媚 这边还都是阴天 阴天呢 有点点蓝天 Masha 可以看到我们在里面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向东 这是在美国亚利桑拿州 凤凰城给您带来的报道 我是洛阳人 然后旅居美国多年 然后给大家报告一下 在美国的这些事 学习工作生活移民 各个方面的情况 真实的记录 记录自己的生活 记录美国人的生活 给大家做报告 感谢您的订阅 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坐这看看阳光吧 阳光雨露 阳光灿烂的 一天呢 多么美好的日子 美好的生活 让我们拥抱它吧 拥有这些生活吧 对我来说 散开阳光灿烂的 准备